这里有护人家也是挂着白毛巾的 这里也有护人家也是挂着白毛巾的 这里也有挂白毛巾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胡子老爸 这段时间我发现很多邻居家挂着白色的毛巾 后来了解了一下 原来是为了感谢在第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 然后每天晚上八点钟的话 这些邻居会在窗口拍手一分钟来感谢这些 所有在医院工作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这里有一家挂白毛巾的 然后马路对面这里也有一家 很多邻居都挂着这种白毛巾 为了就是感谢这些医护人员 我们到晚上八点来看一下这些挂白毛巾的邻居们 在窗口为医护人员拍手 这里有两户人家 也是挂着白毛巾的 给大家看一下 阳台上面 这里一家 这里前面有一家 也是挂着白毛巾的 马上就要到晚上八点了 到了八点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 在窗口跟医护人员一起拍手 拍手一分钟来支持一下 每个在前线工作的医护人员 好现在 七点五十九分了 我上去丢这个垃圾 带大家出去看一下我家的邻居 这边的第一队邻居已经开始拍手了 别的邻居感觉还没出来 现在天已经暗了 八点钟了 八点整了 看一下我在网上搜集的一些视频 这些就是住在公寓房里面的人 人比较密集一点 然后大家鼓掌的也比较热烈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这敲锣打鼓的感觉像世界杯似的 这一段是我一个同事发给我的 也是他们家对面的公寓楼 也是大家非常热情 有摁车喇叭的 有欢呼声的 大家都在鼓掌 这段是我的一个朋友发给我的 这也是在比利时 大家有可能在家里背着实在难受死 这几天封城 所以大家都在外边欢呼大喊的 都在说谢谢 我们大家都谢谢你们 好这一段在法国 这位大叔在喊 我们需要所有人为医护人员来加油 在法国是每天晚上七点钟 大家都站在阳台上 都在欢呼 大家都在鼓掌 也都是在为医护人员加油 这位大叔吃饭吃到一半 一半也跑出来给医护人员鼓掌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写着是每天晚上十九点到二十点一个小时 大家都可以给医护人员鼓掌欢呼 这个小朋友在大喊着我们都还活着 每天晚上大家都会出来欢呼鼓掌给医护人员加油 这里是马德里马德里的晚上也是大家都在鼓掌都在欢呼 好这里可以看到这是瑞士 瑞士也是大家都在欢呼 整个欧洲都在欢呼 这个是葡萄牙 葡萄牙晚上也是大家都在鼓掌为一线的工作人员加油 大家可以看到在视频里面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鼓励在第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有比利时的有法国的有葡萄牙的有西班牙的基本上每每个晚上的七点到八点每个国家有点不一样 比利时是每天晚上八点开始法国是每天晚上七点开始 但是大家都是在拍手鼓励在第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希望这个病情早点过去 好了我是胡子老爸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点赞下分享拜拜 谢谢大家